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是来人 陈朗没有戴口罩 他能清楚地看清陈朗的五官 你是惊吓拜托来照顾路易的事吗 陈朗点点头 上官西摘下了口罩 对陈朗深深鞠躬 谢谢你 一时之间 陈朗不知所措 上官 上官西是吧 你客气了 路易是我的老朋友 照顾他也是应该的 真的很感谢你 上官西极为自责道 看我把你们都连累了 你回去休息吧 我在这里就好 事情因上官西而起 上官西真的不愿意再给别人添麻烦 他不在医院照顾路易 在家也不能安心入睡 还是你回去 我听惊吓说你也受了些伤 不宜熬夜 那怎么行 会耽误你明天上班的 头疼 手疼 心还乱 路易怎么睡都不安稳 睁开了双眼 见到上官西 微微一愣 上官 不是让你回家休息吗 怎么又回来了 上官西道 我 路易道 回家吧 别想太多 上官道 还是让这位先生回去 我留在医院 陈朗道 上官小姐 还是你回去最为恰到 上官道 你回 洋人推脱了好一会 路易实在看不下去了 你们俩都回 我一个人OK的 陈朗道 这 上官西道 那 不用这 那的了 快回去 再不走 我就下床来赶人了 说吧 路易闭上了双眼 神情显得有些不悦 陈朗工作繁忙 路易本来也没打算让陈朗在医院陪他一夜 上官西就更不用说了 陈朗和上官西心里挺愧疚的 觉得是两人刚刚的互相推脱 将路易惹生气了 两人不敢多说话 轻轻地离开病房 先生 抱歉 病房外 上官西深感歉意 没什么好抱歉的 路易他需要的人并非你我 这我知道 可是 上官西突然转移了话题 先生 你和金夏是什么关系 我叫陈朗 是金夏的舅舅 上官西有些惊讶 又转回了刚刚的话题 要是能把金夏叫过来 那就好了 陈朗很是诧异 你和路易 陈先生 你别误会 我和路易只是很要好的朋友 好朋友 路易是重情重义的人 奋不顾身就好朋友 符合他的人格 原来是自己想多了 陈朗松了一口气 给金夏发了条信息过去 你们三人现在是在天空花园 还是在我家 金夏住的502 有两个卧室 可是只有一个卧室有床 陈朗走之前 让金夏把他的父母 带到到陈朗的别墅去 他不知道现在去了没 刚到你家 我把路易给惹生气了 你找个借口来医院 金夏看到陈朗的信息哭笑不得 是路易难伺候 还是陈朗不会照顾病人 金夏真的是左右为难 大半夜的出去 他该怎么跟自己的父母说 他苦思冥想着 突然没开眼笑 下一秒惊慌失措到 妈 我住的那里 楼下的邻居给我发来信息 说我屋里漏水了 我回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呀 这么晚了 让你爸陪你去 不用了 您和我爸 明天还要去参加研讨会 一定要好好休息 那你回去就别过来了 大半夜的 来来回回不安全 金夏内心里呼喊道 亲妈万岁 急忙点点头 拾望火急出了陈朗的别墅 金夏气喘吁吁地跑到医院 见到走廊陈朗 小声问道 舅舅 怎么回事 金夏 都是我不好 金夏看了看 陈朗身边戴着口罩的人 声音是从他口中发出来的 有些惊讶 上官姐姐 上官西长话短说 三言两语将事情解释清楚 金夏 真不好意思 大半夜的 还让你跑来医院 路易现在不想理我们 所以 他就拜托你了 好 好吧 金夏把陈朗拉到一旁 舅舅 你今晚去我那里住吧 若是你回家的话 事情就暴露了 回头 我们俩都没好果子吃 陈朗给金夏 竖起一个大拇指 聪明 路易听见病房门嘎吱一声 背着门侧躺的他 发出不满的声音道 我不是让你们都回去 怎么又进来了 陆老师 少生气 担心身体 谁的声音 是金夏的 他在做梦 压根没入睡 哪来的梦 他心里说不出的开心 他慢慢平躺 平淡道 是你 嘿嘿 金夏陪着笑 是我 我舅舅和上官姐姐是担心你 所以才那样 你就别生气了 身体要紧 陆毅终于忍不住笑了 空气也都甜了 你要多笑笑 有利于身体恢复 还有你笑起来很好看 头缠着纱布 右手打着石膏 陆毅丧着脸 你确定我现在这个样子好看吗 好看好看 金夏情不自禁笑了起来 边笑边说 不管你什么样子 都好看 陆毅稍稍白了 惊吓一眼 随即扑斥一笑 这时空气更加甜了